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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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砸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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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我們小小一人啦 很開心 很開心 感覺很爽 上課時間的話是下午放學開始 然後還有中午 然後六日就是從早上八點開始練到下午 四點多 不會啊 因為做自己喜歡的事 你會想要說來給大家參加這種慢壘的球隊呢 這樣可以增進體能 一開始很爛 但後來慢慢會了之後 就比較輕鬆 參加的時候我們連全國賽資格都沒有取得 第六年的時候我們就取得全國賽資格 可是第六年的時候 只是得到第一名 那後來的聯繫三年 我們都是拿到現的冠軍 那代表我們已經現出去 也都得到那個 中統輩的慢速列球冠軍 而且也是三連棒 訓練的時間大部分都是利用中午午休時間 還有放學時間 再來的時間可能就是利用假日 就禮拜六禮拜天 有時候就是很多的外面球隊 會習慣在我們這邊球隊 跟我們有一賽 那經過這麼辛苦的練習 要得到這樣子獎項 覺得 嗯 實際上一種喜悅啦 也是一種榮耀啦 就 每年的冠軍都可以到總統去 總統造假 也算是給學生那種不同的榮譽感 四個國中的漫美隊 在這個中正盃的全國比賽裡面 得到總冠軍 這不但是說是我們雲林館的光營 尤其也是我們四湖的光榮 四湖能夠有各位真好 那我們雲林縣的這個教育 呈現多元發展的這種取勢 那麼這個呢 是能夠提供給我們的同學多元發展的智慧 那同志安工教育 我們提倡的是得志領全美 要五欲並重 所以我們的棒球隊 能夠有今天這樣子的成績 實在是得來不易 那這樣子的成績 有幾方面的因素共同來促成 當然我們同學的努力 是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一個基礎 那我們同學在課業之外 還能夠這個參與非常嚴格的訓練 才能夠有這樣子的成績 當然我們要感謝老師 以及這個教練悉心的教導 希望將來我們四湖國中 不管在各方面呢 都能夠有更長足的進步 我們朝給人也要看得到就對了 四湖國中第一名